各位早安 大家好 感谢神一个 没有机会一起来 分享圣经的祝福 把基督教也非常有兴趣 小云 最稳妥的要是要把他抱在房子里面去 每天等一下我讲到会有两个声音 这是为什么我们设立那个 耶稣会带着回报回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他英文是reward reward 我们是翻译回报 reward 通常都是好的意思 但是在这个地方 是有两方面的意思 通常我们讲到 好像小孩子他听话 我们给他reward 小孩子最好 给他一些他能够看得懂的书 reward 少一点给他们糖果 我记得我们长大的时候 他们才用糖果 其实你糖果吃得多 会蛀牙 所以对他有些不好的地方 所以用那些小书 他们看得懂的 那是最好的 耶稣带着回报回来 回报的意思 就是人的工作 应该得到的 公司 好像你上班 一个礼拜 多少钱 他英文是duce for work 但你做了多少工作 你得到 多少的回报 是 工作应该得到的回报 这是全天下都明白的 但是世界上有两种工作 他英文就翻译得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不会 不会英文 只会中文 就很麻烦的 那 有two kinds of works 不同的 两种不同的 一种呢 你造作你的肉体 想要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其实这种工作 好像昨天晚上 在我们美国 纽约这里最出名的 新修化 有很大的聚会 突然间 听见有 枪声 开枪的响声 其实有人握住 有人搞他们的 其实没有 大家都大乱了 这种是 肉体的工作 肉体喜欢的工作 还有顺着 做圣灵的工作 英文的讲很清楚 Works of the flesh 肉体 Works of the spirit 按照圣经真理的工作 就是遵守圣经真理 吩咐 另外一种呢 也是遵守你的肉体吩咐 好像我们礼拜天 通常我们第一个思想 我自己是这样 所以我们礼拜天也叫做主日 所以你礼拜天应该有你的精神 心思意念 要来敬拜神 修行圣经真理 其他的都不用管了 OK 如果你监管其他 你分心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这方面也要思想一下 蒙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很清楚 我们有灵 与魂 与肉体 灵呢 是不需要你管的 它只是 开关 它 点着 我们肉体活着 它关掉了 我们肉体就死掉 这是灵的工作 那魂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魂的工作 或者是 那个肉体的工作 你遵行肉体的意愿呢 还是遵行 圣灵的意愿 是你魂的损责 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那里的众教会 众基督的教会 所以我常常说 你要读圣经 还要读很多不同的版本 如果你不会原文 那我自己 我知道 我的原文 只会查字典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尚来恩待我 我 尚来赐给我有机会 买到 这一种工具 我可以查考 每 某一章 某一节 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今天在这里 听我讲到的 最能够理解我刚才那句话 是这里那个 杨教授在那边 他知道 我们 特别是我们中文字 一个字 放在这里面 一个意思 放在另外地方 另外意思 所以你要小心 有时候 哈克尔斯 相反的意思 这来研究圣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单止要知道 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 你还要知道 这原文在这一节圣经里面 在这一节圣经前文 后语里面 这一段里面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 人家常常要说 你们咬文嚼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要查考原本 是什么意思 不过人要怎么讲 他们有自由 我们要怎么做 也我们也有自由 这就是在美国的好处 他们有自由 胡说八道 那是我讲的 胡说八道 这句话我讲的 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不是骂人的意思 是胡说人有八条道 明管有什么 所以你要看我讲这个字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世界上人是骂人 我的是他们胡说人 他搞一条 两条 三条 几条 几半条 几百条 所以搞出这么多宗派 明管有意思吗 所以我的胡说八道 跟人家的胡说八道 非常不相同 我说他们胡说八道 是因为他们 这个宗派 这样讲法 那个宗派那个讲法 那个宗派那个讲法 都是胡说 我是要搞 齿罗保罗 写这句话 头脑想的那个意思 所以今天 我也可以告诉给你说明白 我说胡说八道 我头脑想什么 理解了吗 我头脑想这些人有不同的道理 我不是骂人 所以如果有人说我讲这句话是在骂人呢 他错了 所以最好你不要打 我讲的话你最好不要打 如果你在后面说我坏话 这个人在讲台上讲 骂人家胡说八道 你这个思想 你就犯罪了 因为你误会我 明白 这个很简单 我讲得很清楚 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误 OK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坏人 除非你知道他的头脑想那句话 我这个头脑很少人 能够准确知道我想什么 除非他们对圣经比我熟一点 创世纪到启示这条系统比我熟一点 不然的话 我先告诉你 上次网站那边看 我太太跟我结婚 五十多年了 他没有办法 测验我这里想什么 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圣经没有我熟 OK 我比他熟 上了恩典 所以我讲的话 你最好 向好那方面去想 不要想 坏那边 不要想 把我讲的话 冲出来 让我为难我 你一定会错留 OK 而且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上来恩待我 我有上帝帮祝福 五十多年 所以这里加拉太的重基督教会 加拉太那里重基督的教会 那是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二节 你必须找到 RSV RSV 这本圣经 他就翻译出来了 其他的 没有翻译出来 那么你说 他们都错了吗 只有这个对吗 我现在胆敢告诉你 我说的对 他就对 如果我说他不对 他就一定不对 今天上的恩典我 我胆敢向传世界 特别是 欧洲那些省却家 如果我陈佑汉 说不对 他就一定不对 我再警告你们全世界 所有神却家先听就好 我要问你非常简单 你们教会的名字甚至有没有 我就把他们一条柱杆 少掉所有 这句话我可以将用 他不能够任何讲 任何回答 任何回答 都要下地狱的 马太 五章三十七节 他一定要说 没有 除了没有有外 甚至他不回答 也是 另外一个回答 有些人是用不回答来回答 你明白吗 我知道 世界上有些人是 他的回答就不回答 明白 我也会的吧 所以我说你什么问题都会问我 因为我不知道 也是个回答 OK 整本圣经我还没有知道那么多 但是呢 我都知道足够 基督的教会 这些圣经 照着有一个翻译 排列出来 就是基督的教会 还有罗马书16章16写 所有英文圣经都翻译出来了 连中文圣经也翻译出来 基督的宗教会 罗马那边的教会 都是基督的教会 1500年前 意大利罗马那里 他们胆敢拆耶稣的招牌 所以直到现在 我讲的真理他不明白 上来恩待我 我们 现在呢 李弟兄刚才第五个祷告 非常准确 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呢 神在信用里面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道路 可以上天堂 可以得到永生 希伯来书10章和10节 希伯来书10章和10节 神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道路 就是叫我们信和受洗 躲藏在基督里面 然后我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那是 我讲的东西都是圣经里面组织出来的 上来恩待我们 50多年来 上来赐给我这个 机会 肉体的工作什么呢 就是这些 我照抄了 今天我没有时间去搞这些了 你们要知道 监鱼是什么意思 杨教授帮忙 我请他们来问你 误会是什么意思 邪当是什么意思 拜我像是什么 我特别常常讲 圣经说拜我像是好的谈刑 你那次讲 我觉得非常好 他们造偶像就是一位谈刑 OK 还有邪术 仇恨 真净 嫉恨 恼怒 宗派 现在还有人很笨的 好像NIV 新国际版圣经 他们还在很夸大 非常高兴 我们聚贺了 聚集了 115个不同宗派 这个宗派 他把宗派都列出来了 圣经里面说 这是肉体的工作 要下地狱的 他们说我们是某某宗派 我们是某某宗派 他们115个圣经专家 向全世界 他们有400万 400个百万 400个百万本圣经 记得我常常讲说400万 但是400个百万 400万 你上网NIV 然后click search 寻找 你就出来这个消息 现在很简单 你要证明我讲的准不准 这里说中派 纷争异端 直度醉酒 欢愿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这种工作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进不了天堂 肉体的工作 不能进天堂 肉体工作的回报是什么呢 下地狱 耶稣已经预备好了 两千年前告诉我们 马太二十五章四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 我都是圣经没来的 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 耶稣已经预备好 第一 来回报 这种 做这种工作的人 你们最好 自己好好去研究 去读 然后你千万这辈子 不要犯这些罪 不要做这些工 这些工作都要下地狱的 我是凭做爱心 我常常说年轻开始 不是我曾经没有本事赚钱 我是理事 要叫我们中国人有机会 会平安度日 可以得到永生 上个恩赖 感谢主的恩典 顺着圣灵所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工作你要做了 做得越多越好 他的回报是永生 刚才那些工作 是肉体要做的工作 非常口气 世界上的人就专门在研究 怎么样做那种工作 但是我们信耶稣人 要专心研究 做这些工作 他这里说 就是忍耐喜乐 活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 温柔洁志 这类的事没有律法经纸 这些工作 这也是works 凡数基督耶稣人 已经把肉体的情欲 同钉在石架上 这是迦太书五章或十四节 所以圣经里面好多地方 他英文翻译 multify 致死 就是把这些欲望 肉体的欲望冲动起来 你要赶快把它默杀 千万不要默杀圣经里面的感动 我们上个礼拜五 我们在研究上来恩待我 我这几十年来 最少有二十年来 每个礼拜 我都有一个灵感 这个礼拜要讲什么 下礼拜灵感出来了 基督的教会 是属于哪一种人 什么人 你可以两个讲 神的果是属于哪一种人 也可以说 哪一种人能够尽神的果 马太他刚才读到那里 马太五章第三节到十六节 马太五章第三节到十六节 我看见这些经文 我突然有一天感动 我好几十年前讲过这个 那里有八个福气 耶稣讲这是传天下传道的人 都知道的八个福气 神讲某人有福了 什么人有福了 什么人有福了 我突然间发现 最前一个最后一个 这书都是一样 某某人 这个我也发现很高兴 马太五章第三节 是中文翻译的队伍 难得吗 里面很难得 最少有一个地方 是中文翻译得清楚 比较坚信 它被英文翻译得糊里糊涂 OK 我今天现在还可以讲这句话 真的很难得 二三六恩典 OK 凡是基督的人 已经把肉体 肉体的情欲 钉在死架上面 你不能再去搞那些肉体的工作 你不会做 因为你死了 死了就是不会做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还会做呢 你证明你还没有死 我们如果靠圣灵生活 就顺着圣灵形式 非常简单 我最近这好几个月来 我常常讲这个 如果你们不能遵循耶稣的话 暂时不要信耶稣 因为约翰福音八章 三十一到四十四节 一直到五十九节 那一段经文 我常常提醒全世界的人 如果你不能遵循耶稣的话 暂时不要受你信耶稣 因为那段圣经耶稣讲得很严重 很严肃 他说他对着这些信了耶稣的人 所有英文圣经 都要把这些圣经改掉的 但是他们越改越错 所以我常常感谢神恩典 也是你们的福气 我是什么人 怎么能够讲这种话 我就等着他们来 我还可以请他们吃饭 靠着圣灵行事 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真理 因为马太第五章第三节 他们说什么 The poor in spirit 不对 他们说 spirit是什么呢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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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发 总共原始我下个里面在搞那个 现在我们要搞靠着圣灵生活 圣经的真理 圣灵就是圣经的真理 还有我常常 可怜他们 他们连最基本的东西 人有三条命 他们也不知道 如果你离开这里 去问任何其他教会的牧师 你问他人有多少条命 看他怎么说 他一定告诉你 一条命 他讲的一条命是什么命 肉体的命 人有灵 有灵 雨 魂 雨 肉体 明白吗 三个 中间有两个雨 你不能说的 他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 那么他们传道还要救灵魂 他们都救灵魂 你错了 灵不需要你救的 那是传道书 十二章第七节 圣经记载 这是三千年前有记载的 我们发现 他们不发现 为什么呢 我非常不好听 神要我们得救 不要他们得救 这也是圣经的话 我 耶稣说的 马太 马太十三章十到十一节 差不多忘记了 OK 因为圣着肉体活着 必定要死 圣经说的 靠着圣灵 致死肉体的工作 必得永生 永生永死 你有选择 罗马书八章十三节 好了 复活的时候 有这样的事 也发生 刚才朱迪生读出来了 读得很好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 时候要到 在坟墓里的 所以全世界的人 我常常讲的 五十多年来 特别是最大世界上那些恶人 魔鬼 撒旦的门徒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杀了人 打死自己 就完事 不完 上帝不给你玩 让他们你化成灰 就算你化了灰 神也要把你活过来 不完在地狱 永远烧 非常清楚 我有好几节 寄示录里面 连魔鬼一群 要永永远远 烧到他们 痛苦的烟 哇 这个要好好的研究 我们要请那些医师来研究 人痛苦到一个地步 他会发烟 他会有烟出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冤气 是吧 所以冤里面有气 我们有机会在研究那种 听到 那个玉兽 我们叫冤气 上上 上天上的升上去 要听他们的声音 要听见他耶稣的声音 要出来 你不能不出来 你没有地方可以逃 行善的 福我得神 做我得福我得罪 善我什么意思 依照神的意思 昨天晚上我再一次研究 我常常说 我们要得平安 你必须跟耶稣 守律法 行正义 你生活要有平安 听清楚啊 把它背下来 放在你头脑里面 如果你全世界 如果你想要平安 每一个人都想要 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方法 现在我告诉你 非常简单 你要跟耶稣 遵守律法 行正义 跟随耶稣 行正义 什么意思呢 我昨天晚上再一次提醒我自己 你知道行正义 什么意思吗 按照耶稣的教导 遵守 这就是行正义的意思 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哪里查的 我可以查给你看 OK 我可以把它拿出来给你看 你按照耶稣的话遵守 呵护天父的旨意 在神面前蒙悦纳 这就是行正义 所以你正行正义 也要想清楚 你照着神 好像今天 如果你们有新来的 第一次来的 你一定很奇怪 怎么会这个教会里面 这里面有没有钢琴呢 我现在告诉你 钢琴在我家里 我书房里面 我今天早上还在弹 OK 那个李冰喜欢唱的六四六首 弹起来很好听的 OK 钢琴在我书房 家里书房 不在这里 为什么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你礼拜天葬了神的时候 要用嘴唇的脖子 清颤 不是我们不会唱 也不是我们不会弹 也不是我们没有钱可以买钢琴 一两万块钱的钢琴 我们买得起 上面恩典 OK 顺便记得 如果有时候礼拜天 你来的 你开了车来的 如果你只是一个人 尽量坐巴士来 我们这里最多是能够坐 停十七步车 你可以停在斜对面那边 那个停车场 可能要十几多十块钱 如果你全部方便 我给你付 OK 所以大家来到教会 我们要专心 不要情绪有影响 我们礼拜天来 敬拜神需要严肃 专心 传福精神 这个英文叫做 in spirit and in true 按照圣经 还要我们传 我们的魂 我们的灵 我们的肉体 思想 都要在这里 不要有影响 我们情愿出十几二十块钱 你没钱我给你出 停在神对面 那个停车场里面 开进去 安心在这里 聚会敬拜神 一起好好的学习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要把我们肉体的工作 除掉 免得我们下地医 我们要尽量来做 一起来做 那些圣灵的果子 你看现在圣经详细做明了 看啊我必快来 我这是耶稣基督 我必快来 我带着回报 My reward is with me 我带着回报来了 我要按每一个人自己的工作回报他 你按照肉体工作呢 你还是按照圣灵耶稣的教导 这句话很多中派传道人也不知道 那是约翰一书第五章 第六第七节 用一书五六七 帮你记得吗 用一书五六七 按照圣灵什么意思呢 圣经的教导 耶稣说不要吸气 时候要到 在坟墓里的 我常常要提醒 那些犯罪作 打死自己的人 那些犯罪作 死在他们最终的人 不要以为你完了 你不完了 圣经讲很清楚 耶稣要叫你出来 你出来以后 你照着圣灵生活 你得到永生 你照着肉体生活 你要下去 那才是永久的 所以现在人的肉体死了以后 他的魂不在地 也不在天堂 是他在落缘和阴间 那是圣经记得很清楚 现在还没有下地 没有上天堂 到了耶稣来审判的时候 所以这是耶稣来的时候 这些魂都要出来 这是《启示录》二十章 传章那里就有了 我是亚拉法 我是Omega 这是希腊文的同一个字 好像我们ABC 后面最是Z A跟Z 最后最末了 是什么意思 小心看 人一生所作所为 神亲自看见 I witness 看着你做 我从小就研究了 人犯罪什么 三不去 上帝不存在 没有人看见我 没有良心犯罪 这个错掉 人一生所作 神都亲眼看见 我这里英文发现什么 I witness OK 这是最好的翻译 I witness 人犯罪 神在那里看中 人行善 神在那里看中 没有人能够讨 所以我们法庭常要 I witness I witness 要找I witness OK 这个事情有很多 人一切所想的 连想的 神也看 所作 神都亲眼观看 神的 人的致命的错误是什么 神没有看见 我们广东话讲一句话非常好的 谋暗台 没有眼看 他们以为神没有眼看 OK 所以他们胡作胡回 搞错 就是这个意思 人是致命的错误 以为神没有亲眼看见 凡借尽自己衣服 什么意思 行为 得到权柄 能够到生命树上 这是亚当一开始就犯最大的错 他应该带着他老婆吃那个果子 然后再搞其他 当然我 我读到 他有坏的影响我 可以学习 所以是我现在有这个知识 有这个智慧 如果我是亚当 我会拉着我太太先吃这个果子 明白 然后再去看那个沙漠树 他没有在糊涂起来 他讲衣服是遮盖全身直到脚趾 致死肉体的工作 清洁自己 减性罪职 把自己一生 确实有基督藏在神里面 这是郭罗西书三章第三集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 一定要坚持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活着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把信 叫我们信耶稣受洗进入基督 生活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致死忠心 顺服耶稣基督 城外是什么意思 不得救了 圣经说 这里又一次 他叫城外的是狗 不是我说的 Dox 在教会外面 在审判的时候 他们在城外 城外的狗 就是那些行邪术淫万 谋杀 拜偶像 并一切好说 方言的人 这是再一次重塑一些 喜事录 第22章第15节 2000年前 保罗说那些传道说 受洗了 还要受割离的人 是狗 保罗说的 不是我 这里又还说 行邪术淫万 谋杀拜偶像 等等 这些人也是狗 这我没有研究 为什么他们称这些是狗 我讲到狗 我最多的印象是什么 因为我很多时候看见人家 那个狗走过了 他拉东西 他就走掉了 OK 狗拉了 肮脏的东西就走掉了 等人来帮他清洁 我常常想到这里 所有举起圣经 在基督教里面的 都是撒谎 人都知道城外是什么意思 结论 你一定要聪明像玻璃流 彼得说什么 他对比 郭尼流彼得说 我们所有亲戚朋友都在这里 在神面前 我们要听 你把神 告诉你 告诉我们的话 再讲一次 这是最要求的 所以你常常问 你讲得到 圣经哪一章哪一章 就是这样 我们要笑话 郭尼流 你讲得到 我们要听神叫你说的话 不是你说的 不是人家说的 是神叫你说的话 这是最好的 愿神师父保守